我要活,我要生存钱,我要治病 你是我们才在那里 让人干不活了把他贴你 我是想杀你 你杀他干嘛 你打野警的事情 你这会欺负抓命的 在武汉市路魔路 水果杂火小贩老王 隔三差五就要和城管生死较量 因为城市发展规划 老王的路边潭需要被彻底清理 这无疑也戳中了他的废管子 14年前 他带着一家老小从河南老家来到这里谋生 他们以暴停为据点 逐渐发展出了杂货 水果买卖 因为为人和气 又价格便宜 老王已经累积了不少老客户 虽然生意不错 收入也可观 但他们一家的生活依旧捉襟见肘 70岁的老王患有脑梗 随时可能倒地不起 他的妻子是癌症晚期 每天都需要喝药 唯一的儿子 也因为年轻时打工意外没了右手 可工厂却一毛不拔 能拿到的抚恤 还是入宝赔偿的两万八 他们现在生活的唯一盼头 就是正在读初中的孙女平平 而老王的梦想也很简单 因为白贪占用了公共通道 城管隔三差五就开出法单 可老王却不怕 他的病就是他的武器 今天七十了 不许就那天都死了 这样的威胁让城管也不敢用墙 可老王却还不放过 作为老百姓 他有着自己朴素的是非官 他指着面前的珠宝大楼质问城管 每次老王都能用这种方式 博得路人同情 让执法陷入僵局 但随之来的后果 还有路边商户的不满 他们合法经营 承受门店租金 水电 纳税的成本 虽然没有老王的违规经营生意好 而有了老王这个榜样 路边商户也时不时占用道路面积 摆放商品 这一来又给城管惹了不少麻烦 随着将去一托再托 老王成了鲁摩路上出了名的地摊王 同时也成了城管心里的一根刺 直到2014年 鲁摩路按照城市发展规划 将被打造成珠宝一条街 这意味着路上的沿街摊贩 需要被彻底清理 鉴于多年来老王一家的不配合 城管局长想到一个办法 那就是偷偷派人 大致统计老王一天的销售额 看是否达到入市经营条件 如果达到 那没得说 必须规范经营 如果达不到 那就疏赌结合 总之这一次 老王的汤位必须被清理掉 然而 由于新来的小城管经验不足 很快被老王逮了个现行 不仅被抢走了记录 还委屈地哭了起来 胡队长看在眼里 不仅头疼 当年就是看到王家人生活不易 才免费将报庭租给王家人使用 如今政策下达 他们本可以直接派人拆掉报庭 却因为体谅王家人的困难 一直想争取一个 大家都满意的方案 没想到 却培养了一个钉子户 而更令胡队长没想到的是 老王这次是要讨个公礼 他光着膀子来到城管局 上来就跪地磕头 抢占道德优势 随即翻出小城管的记录 指出其中一单他没有迈出去 却被记录在册 明摆着是诽谤 是暗详操作 老王越说越激动 旁边的水果坛比了大四倍 老板也腰肠万贯 为什么城管就爱管自己的麻烦 他声嘶力竭地质问胡队长 为什么不放过自己 可当胡队长想解释时 老王的态度却是这样的 我不请 我不请胡队长 我不请 我不请 胡队长试图劝说 老王租个门面经营 这样合规又长久 可老王却撂下狠的话 我不会接门的 我就是个白鸡谈 什么呀个 最终 老王闹了三个小时才满意离去 离开前还不忘再补刀一句 农民出身的老王 其实也知道问题出在哪 他不是舍不得地摊 而是无力承担门面的开支 他细细算过 妻子的药每天是五六十块 然后他的药省着吃 一天也要十多块 再加上每天三十多的水电 一家屋口每天不吃不喝 至少也得一百多块钱的开支 他的生活并不是城关眼中那般轻松 但即便再难 老王依旧热爱生活 晚上出谈时 他喜欢叼着烟斗躺在藤椅上 他从电视上看到斯大林爱叼烟斗 于是有模学样 调侃自己是地摊斯大林 其实生活中的老王很幽默 带人也很热情 买皮带时 他会用最夸张的方式证明质量过关 而客户买衣服时 他也毫不吝啬地夸赞对方穿着好看 对待家人 老王更是尽心尽力 因为自己胳膊有些残疾 使不上劲 但每天一家会按时将熬好的汤药 亲自送到妻子手上 半夜收摊 儿子需要住在车上照看货物 老王也会温暖地 将小狗留下来陪儿子 为了摸清老王的收益 我就决定派人伪装成招生的样子 埋伏在老王的小摊旁 悄悄记下流水 一想到智利一个小摊饭还得用上冰法 工作人员也开启了玩笑 你那干啥 我叫五肩脑子 我第一个小脑 困扬了体 果然这一次 老王没有再起疑 他们顺利积下了一天的流水 然后再调出水果禁价 粗略估计 老王生意好的时候一天三千多块 对此 副局长立马做了总结 一个月给他自己算 那个要门面的 这个招来人买名他 他完全都是水包的 他现在不是说一瓶的 但这里我觉得可能存在一点争议 因为一天三千这个数字 是他们记录老王生意最好的时候的钱 这其中可能还没有考虑到压货成本 水果损耗 淡忘记等因素 不过具体情况如何 我自己也没有答案 还劳烦有做过水果精英的观众朋友们 在评论区为我们大家解答一下疑惑 说回正题 考虑到老王必将闹事 副队长提醒同事 一定要摆正态度 不怕老王闹事 但也要闻名执法 不出所料 老王一见城管 便冲过去摔掉了尺子 他揪着城管的衣服 威胁要去报警 路人见庄上前劝解 可老王却毫不退缩 整个过程 城管们也的确按照队长所说 保持冷静 可老王还是追着打了一路 直到被路人脱开 才暂时罢手 其实副队长心里也明白 老王不会真的动手 那么做无非是想引起围观 引发路人同情 可如果他们一旦还手 那就是有理也说不清了 因为没有测到实力占地面积 副队长只要在第二天 趁老王还没出滩就过来测量 刘四在此的日子惊醒后 便立马打电话通知父亲 他没有父亲那种豁出去的勇气 只能揉览通知发泄不满 当老王赶到现场时 城管早已留之大吉 但老王不打算罢手 他直接拨通胡队长的电话 阴阳讽刺 随后写大字报 躺到马路中央 制造堵塞 这次 胡队长不得不亲自出面 解释这次必须配合整改 可老王却激动地 不断拍打胡队长 他要活 他要治病 他要生存 我不会配合你了 胡队长 局长来我都不会配合了 胡队长 排排量 你家里若凡有这样 父母带着这样的种种 你家里要有个 为个个开放失去的 有什么儿子 速度结合 跟你安排完 胡队长也努力解释 武汉要发展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他承诺会给老王安排满意的位置 如果家庭还是困难 他们可以向政府反映 但老王听完又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见父亲这么拼 儿子也上前说理 他们在这个地方又没伤天害理 反而方便了很多人 带来了很多实惠 就算城市要发展 那也不能不让摆地摊呀 他列举了十几个国外的名字 说再发达的城市 都还是会有地摊小贩的存在 这边的儿子在用仅有的知识证明着 城市发展和摆地摊并不冲突 而另一边的父亲老王 也已经将矛盾上升到了阶级对立 不说瞎话 你这会欺负罪命啊 你是我们才当的 让人干嘛 我老爸都天气啊 然而 父亲过激的行为 让儿子都看不下去了 他上前将父亲死死拦住 同样看不下去的 还有围观群众 固队长的态度很明确 只要事情能解决 自己挨打受骂都不是问题 对于父亲的行为 儿子是理解又无奈 他觉得父亲像护载的老母鸡 时刻张牙舞爪 只问了保护家人 但他也不赞同父亲用过激的办法解决问题 不过儿子同时又明白 如果没有父亲冲在前面 那他们也不会有现在的生活 为了让老王一家看到整改的决心 这次城管直接全副武装 目的是正式下达搬迁通知 对此 老王也拉开了架驶 冲上去的兔坛 秉着打不还手 骂不还嘴的原则 城管执法都用盾牌将老王围住 老王没了撒泼的余地 又开始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你们那都不同情我个七十岁 老王隶属了家里的种种困难 他患脑梗 胳膊残疾 妻子也是癌症晚期 只有五六年的活头了 他试图用自己的悲惨遭遇 唤起大家的同情心 但眼见事成定局 一向温和的儿子也终于发了火 最终在居委会的签字下 城管完成了整改文书的下发工作 可他们却依旧不依不饶 没有下令了 老王子让你这家子 害你了 欺不饿了一个残疾 欺不饿一个脑子 欺不饿一个暗争 是名字呀 你们算啥东西 欺不饿一个残疾 这么多变态 你这主意啥子 脱困的老王试图拦住城管大巴 却终究晚来一步 他像是斗败的攻击 气无忽地躺到马路边 然而即便这样 老王依旧没有放弃 骑着车子又追杀到城管局 吓得工作人员赶紧关上大门 甚至已经做好了报警的准备 而相比于父亲不服输的精神 儿子则理智很多 看着墙上贴的拆除公告 他甚至在闹下去 对自己没有盯点好处 于是打算去找城管局长商谈 尽量争取一些有利条件 临行前 儿子试图劝说父亲跟自己一起去 但一听而自有了妥协的念头 老王却气得直跺脚 你给我杀了 我不会坚持很够 我 我拧身就把孙女 先替这大学 这样喝的学校 输出出出三万 眼前劝不动父亲 儿子只好知身来到城管局 他希望局长能给自己多一年的时间 让女儿把初二读完 但局长的态度也很明确 情理程序已经启动 这件事没得商量 然而法外有情 考虑到老王一家的难处 胡队长亲自满城考察 只为帮他们家再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此时 儿子无畏杂陈 他切身意识到 胡队长是真心替他着想的 可他父亲却如此蛮横 回到家后 老王过来打探情况 听说已经物色好新摊位 老王很是不满 因为到一个生地方做生意 至少需要一年的过渡期 才能积累一批老客户 他决定下次要亲自跟局长谈判 儿子就劝他别再费功夫 当初城管就是见他们困难 把报庭免费给他们用的 是他们以报庭为据点 不断扩充生意让城管难办 他们当时是穷得可怜 却也是真的离亏 更何况 城市发展是硬道理 再对抗下去 只会输得一无所有 然而老王依旧执迷不悟 坚信城管就是一群贪官 存心整他一个贫困户 对此 儿子也满是无奈 眼前父亲又要长篇大论 索性将人赶了出去 劝不动儿子 老王又出来找城管麻烦 城管寻接 他就跟在后面冷嘲热讽 他们后来就被人 眼条够都不如 这些人脸够都不如 脸上够都不如 城管整治一处 他就在后面讽刺几句 虽然于事无补 但老王心里总觉得出了口气 考虑到武汉的生活成本 儿子冻起了回老家的念头 他的老家是距离 武汉450公里的 河南省镇坪县 老家的门锁已经秀气斑斑 院内野荒草丛生 好不容易走进老屋 也是满目疮痍 看着墙上的裂缝 儿子明白 再淋几次雨 老屋就垮了 就算再翻修也不能用了 看着如此荒凉的老宅 儿子不禁调侃像个鬼屋 他们再也没有老家了 所以那武汉再难 他们也必须待在那里 离开前 儿子和妻子一起祭拜了祖坟 祈求祖宗保佑女儿无病无灾 考个好大学 回到武汉后 儿子给局长写了封道歉信 为自己和父亲当初的过激行为 表达了真诚的歉意 并承诺回去后 一定为劝授父亲配合执法 而局长也询问了他们 对于新摊位还有哪些要求 以防配合管理 以防切实解决问题 这才是一个城市 持续发展的长久之道 老王还是乖乖拆掉了摊位 但他可不是屈服强权 而是等着看 他们能把这里管理成什么样 老王的下一步对策也想好了 那就是继续一手打一手谈 他拿定主意 如果政府新安排的位置 可以满意的话 他就稀释宁人 如果不满意 他还要继续战斗 当摊位撤离清理干净后 老王怂恿妻子联系胡队长 带他去看停棚 希望过往节后能尽快营业 另一边的胡队长 灌了电话也松了口气 他敏感地意识到 其实这是老王的思想松动了 他当机带着老王的妻子 赶往停棚制造工厂 看着干净漂亮的棚子 老王的妻子直夸漂亮 这是城管免费为他们补贴的 一下子又给他们 省了两三万的支出 这一次 老王也没话说了 高兴之余 让儿子再替他写封道歉信 还叮嘱家人 以后要对城管尊重一点 他还特别自我强调 以后尽量不说话 不给城管惹麻烦 看着王家人的道歉信 局长十分满意 相比上一次的道歉 他明显感受到了 王家人是真的改变了态度 胡队长也表示 当时在老王的妻子看停棚时 明显感受到了对方的感动 但是局长也提醒了胡队长 我们不过高兴之余 在这里不是要他感动 感动不是目的 要他服从管理 配合管理 就是要他比较他自己思想方式转变 这个结合我们才能管得起来 如果说他的志望 就等到我们来搞 我说那怎么搞得好呢 服从管理才是我的要理 风雨交加这天 老王一家赖以生活了14年的报庭 终于被拆掉了 而胡队长也向王家人 传递了局长交给他的精髓 你们俩是困难胡 困难家庭 这个初衷我们的什么变 但是这个问题要解决 最终要靠你们知 虽然有了去处 但回去路上 老梁可还是说不出了落寞 老王不断加油打气 虽然一路磕磕绊绊 但还是非常喜欢武汉 就是死 他也要死在这里 此时儿子一再三口 正围坐在桌前吃着晚餐 听女儿讲了学校里的去世 你如果问他们幸福是什么 儿子的答案也很简单 人家说是什么是幸福 这就跟家里在一起吃饭 就是很幸福 这就是幸福 我的要求不高 有晚饭吃 很简单 诚实梦是陈维军导演 2014年拍的纪录片 出于社会席间 当提起城管治理流动商贩的时候 脑中下意识想到的 那都是新闻里的黑色故事 但这部纪录片 却让我们看到了 不一样的人间冷暖 老王作为无可争议的男主 面对城管的整治 70岁的他像孙悟空一样 将每根毛发都变成武器 扯衣服 伤耳光 吐唾沫 摔西瓜 他是一个令城管的闻风丧胆的老头 满横强硬的做派 闪烁地挑战权威的信念 但堂下的那一刻 看似胜利的他 实际上暴露的也是他的软弱 说到底 他也不过是个无助的 衰老的 患了病的老人 是为了身后的家人 为了下一代能扎根城市而别无选择 城市里有很多只能一面相搏的弱势群体 所以回头再看 那些惹人发笑的地方 其实都是老人声泪俱下的哀嚎 对比之下 被父亲护在雨衣后的儿子 反而不管是提起残疾的右臂 还是回不去了老家 他都始终微笑逝人 面对城管勒临整治的压力 他还可以和女儿谈笑风生 而不是理所当然的 将生活的重担压到子女身上 生活的磨难 让他学会了独自扛下伤痛 面对生活接连不断的难题 他总是默默地寻求解决办法 并同时小心呵护着家人的感受 他没有父亲强硬的手腕 却有着父亲没有的强大能量 这样的能量温暖着家人 也让他自己活得有尊严 但导演想表达的远不止于此 除了对老王一家的记录 导演还将镜头对准了城管日常 这使得我们得以从他们的角度 来理解他们的工作 被老王打得最狠的副队 在片中说了这样一句话 王家人是底层 他们是基层 从这个角度看 他们都是城市竞争里的弱者 只有相互理解 共同努力 才能打造出更好的发展环境 而大环境的改变 也必将汇集更多的弱势群体 这才是一个文明城市 该有的温度 一目十影 与你 共赏经典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